美股不缺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阿吉 欢迎来到美投坎新闻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吉 欢迎来到美投坎新闻 今天的市场看来是想给大家过一个好捉摸 三大股指全都涨超了2% 那么是什么促使了今天的大涨呢 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说 板块方面 今天所有板块也都上涨了 其中材料板块涨进了3.5% 金融和消费者非必须板块也涨进3% 今天不仅有美联储的消息 还有消息称财政部要下场买国债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另一边,马斯克又爆出了一些消息 他和推特又出什么事了 还把政府给牵扯进来了 应大家要求 阿吉也分析了一下美国运通和Snap的财报 大家别忘了看到最后哦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早上,一则报道让市场的风向有了一些变化 促使今天大盘的上涨 那么是什么样的风向变化让市场欣喜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华尔街日报的首席经济记者报道称 虽然11月份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但部分官员却在松口 认为12月份加息50个基点也无可厚非 这可是近来难得的一个鸽派信号 旧金山的联储分行主席Mary Daly 在今天中午就成为了最新一个透露放缓信号的官员 他表示,虽然现在还不是结束加息的时候 但美联储需要计划如何退出紧缩周期了 同时,他还表示 投资者不要默认美联储每次加息都是75个基点 在未来,美联储可能会将速度放缓至每次50个或者25个基点 早在上周,就有联储官员发表一些言论 称继续提高利率需要谨慎 他们也知道加息是有滞后性的 现在的紧缩政策还没有反映到经济当中 美联储的二把手,副主席Leo Brainer就指出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累积的紧缩政策作用到经济当中 把通胀按下来 目前对于需求只产生了一部分的影响 虽然他依旧认为美联储要继续加息 直到打败通胀为止 但这个言论却在暗示 如今的激进手段要放慢了 同样发表担忧的还有芝加哥联储分行主席Charles Evans 他表示,这么快的加息步伐 已经让美联储处于一个非常紧缩的状态了 当提到最近火热的通胀数据时 他说,未来的通胀数据可能还会有些火热 但经过这么多次加息 也许反应过度的风险变得更大了 之前他就主张美联储应该加到4.5%左右 然后暂停一段时间来看看影响 过度加息的风险一直都存在 不少官员也常常会提上一嘴 那么为什么最近会让市场风向出现改变呢? 在我看来,也许跟最近被讨论最多的 Something will break的担忧有关 Something will break是指央行加息过猛后 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而导致连锁反应 前面的英国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加息和减税让英国国债价格和英镑猛跌 结果连累养老金出了问题 逼得英国央行不得不出来救市 这就让美联储担心 类似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几天前 就有一些联储官员和分析师 去询问华尔街的专家们 美国的金融市场有没有可能会崩盘 而根据纽约时报得到的消息 专家们的回复是 虽然目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是有可能发生的 另一边 拜登政府也做了类似的调查 而市场参与者普遍给出的信息是 现在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逐渐上升 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市场 最近的流动性正在逐渐降低 这就相当于给美联储的鹰派态度 设了一个上限 所以市场的风向也出现了变化 目前来看 美联储官员的这些讲话 对于股市来说至少是积极的 但要判断美联储是否开始放缓加息 甚至转割 那就有点为时过早了 毕竟市场已经无数次预期过 美联储就此会放缓加息 但都被鲍威尔一次次否定 甚至在加克森后 搬出保勒沃克来浇灭投资者的希望 因此 大家也不要急着抄底 等更多证据证明通胀数据好转之后 再做决定也不迟 上面 我们提到美债市场的流动性正在降低 这是个大事 今天就有报道称 美国政府可能要下场买国债了 我一看这新闻就感觉不对劲 因为买国债相当于量化宽松 这跟当前的缩表完全是反过来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彭博的美债流动性指数显示 9月 美国国债的流动性已经接近了2020年3月的水平 而那时候正是疫情带给市场最黑暗的时刻 国债投资者疯狂套现 使得美联储不得不大量放水来稳定市场 因此最近美国财长耶伦就担心 美债可能会出问题 现在市场参与者的容量并没有增加 但市场上的国债数量却一直不断地在上升 换言之就是投资者没有那么多资金或者意愿来买国债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随着美联储的加息缩表 国债的价格在不停地下跌 这就让原本的主要参与者 银行、保险公司和外国政府都不愿意进场了 而最近国债的高波动也让做事商苦不堪言 所谓做事商就是提供流动性的机构 他们为了提供流动性会保留一部分的资金来应对风险 而波动力大就意味着资金的利用成本会变贵 这会降低做事商参与进来的意愿 与此同时美联储的缩表进程 每个月还在向市场出售600亿美元的国债 而吸收这些额外的国债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才有了美国财政部的消息 说要计划下场买国债了 不过这个买国债并没有跟当前的缩表有冲突 这是因为政府在买回旧国债的同时 也会发行新的国债去代替 所以他们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以旧换新 来提升市场参与者的活跃度增加流动性 并没有产生新的美元 而且现在政府只是放风 还没有到下场救市的时候 根据美国银行预测 如果需要救市 那时间可能在明年5月 但要是流动性继续恶化的话 也有可能更早 整体来看 我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去应对国债流动性的问题 还不至于崩盘 对市场的影响应该不大 不过万一美债出了什么问题 这也的确会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如果之后我看到什么异常 比如缩表计划出了问题 那么埃及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 接着 在分析财报前 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斯克和推特 之前Web Bush的分析师Ives就说 买推特很容易 改造它很难 而昨天就传出马斯克的计划 要砍掉推特75%的员工 不知道我们新闻频道的观众 有没有在推特工作的 有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一下 你们是怎么想的 现在推特总共有7500名员工 如果真的实施 推特可能只剩2000人左右了 报道称 这个措施是马斯克向投资人筹钱 所宣传的一项计划 而很多分析就指出 这样大幅度的裁员会影响推特的正常运营 推特的前任数据分析师就说 虽然他认为推特确实雇的人太多 但这样的人员流失 不堪设想 会让推特平台遭受网络攻击和不良内容的渗透 马斯克将会在这个月的28号完成交易 但即使交易没成 根据华盛顿邮报 其实推特的员工也不一定能完全幸免 当前推特的管理层就打算将薪资的支出缩减8亿美元 这意味着大概会有四分之一的员工要出走 推特内部则一直试图在安抚员工 表示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裁员计划 现在马斯克即将接手推特 可能也是管理层乐于见到的 起码杂人饭碗的名声肯定不用落在自己的身上 马斯克还向投资者说 他会让公司的营收三年翻一翻 日活用户翻三倍 并且指出裁员是第一步 能够带来更高效的员工和更有前景的创新 但具体能否实现 不少分析师还是不太乐观 马斯克自己也没有给出更加详细的计划 而另一边 这个交易还受到了拜登政府的关注 今天彭博的报道就称 拜登政府正在讨论 要不要将马斯克的一些项目 纳入国家安全的审查 这里面就包括了推特的收购案 和星际网络Starlink 最近马斯克就说 他的星际网络无法一直无偿地给乌克兰提供网络服务 要求美国政府付钱 而马斯克在推特上的言论也被政府认为越来越轻恶 所以才引起了重视 至于政府的关注会不会影响推特的收购 现在也不得而知 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 推特今天大跌了5% 对于这些消息 阿基只能说 应该没有人能比马斯克更能折腾了 这也是我想给我们观众的一个讯息 马斯克确实能折腾 从好的方面说 他跨下的海口大部分都实现了 完成了可回收利用的火箭 推动了电动车的发展 这对于我们社会都是有极大的影响 可从不好的方面说 他总能整出一些幺蛾子 收购推特就是其中之一 也就会让他公司的股价波动非常大 所以任何想投资马斯克公司的投资者 不论是现在的特斯拉 还是未来可能上市的SpaceX 都要有这样的觉悟 回到财报分析 我们先来简短地分析一下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 这是一家信用卡公司 它的财报肯定能反映消费者的行为 也能透露出美国经济的情况 看看它所描绘的图景 会不会和其他银行股有所不同呢 今年盘前 公司显示 每股盈利为2.47美元 高位分析师预期的2.4亿美元 营收为136亿美元 也高位分析师预期的134.7亿美元 本来双bit应该能给股价一些提振 但公司却拿出了7.78亿美元 作为准备金 来应对坏账的风险 只要远高位分析师预测的5.73亿美元 公司警告投资者 未来勾销的账目量会有所上涨 现在的坏账率已经从0.8%上升至1.1% 受此消息影响 今天美国运通一度跌进了7% 除了准备金的增加以外 财报上的其他项目却是表现不错 利润率最高的旅游和娱乐交易量 同比上涨了57% 国际上其他地区的旅游支出 也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Imex还称 并没有看到消费者的支出行为有什么变化 公司的指引也乐观 重申了全年的营收增长为23%至25% 并且认为今年的全年美股盈利 能够高于之前定下的目标 但股价还是下跌了 看来坚挺的财报 也不能避免被未来的担忧拖累 而美国运通这份财报也要表明 起码截止至今年三季度 美国消费者依然坚挺 旅游娱乐消费的增长 丝毫看不出加息的影响 仅有略微升高的坏账率值得担忧 而公司CF也表示 这只是重回了原本的水平 符合他们的预期 那么美国运通为什么会拿出这么多钱 来准备应对坏账呢 对此各路分析师各有猜测 但也没有什么有幸福利的解释 唯一说得通的就是公司高层 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经济预期更为悲观 担心经济急速转衰 所以才做出这个决定 而这也是投资者们最担心的 再来看看Snapchat的财报 到底是什么情况 让股价今天大跌了30% 还拖累了谷歌和Meta 让整个市场对于广告行业都变得更为悲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nap的运营情况 公司三季度的日活用户来到了3.63亿 同比增长了19% 公司的社区分享功能Spotlight的观看市场上涨55% 公司还在拓宽与其他商家的合作 其中就包括了沃尔玛 修行服饰品牌American Eagle 还有家具商家Skader 同时在AR方向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虽然运营方面看起来是不错 但财务方面却不容乐观 公司的营收仅同比上涨了6% 来到了11.3亿美元 而去年三月份 公司CEO还夸下海口 说未来几年 即使用户量不变 也能够保持50%以上的营收增长 另一边 公司三季度净亏损3.6亿美元 出去一次性的重组成本 也有1.5亿美元 远高于去年同期的7200万美元 但真正让公司彻底崩的还得是公司的指引 公司在对投资者的信中写道 目前四季度观察到的营收增长同比上升了9% 但未来的营收预见性变得很差 所以不提公司季度的指引了 同时公司也预计9%这个数字会下滑 因为品牌广告商在最近几个季度以来都有所下滑 这就让投资者开始担心 公司未来的营收增长可能直接为零 而广告商的下滑还暗示了一个更加重大的隐患 那就是平台的广告效果不如预期 8月份Snap的广告总裁就跳槽到了Netflix那边去 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才流失 而Snap的转化率一直都偏低 不如Google 脸书 推特 还有TikTok 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 广告支出本来就会有所下滑 而商家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定投放广告 肯定要选择具有更高转化率的平台 这就让Snap的未来面临巨大的营收压力 所以股价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下周就是大科技的财报季了 其中就有谷歌和Meta的财报 Snap的财报和指引也一定程度上给了市场一记预防针 表明商家的广告投放意愿的确在下滑 虽然他们不至于像Snap这么难看 但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届时阿吉在为大家分析 按照惯例我们再来个一周总结 本周的市场难得的全新上涨 其中标普500上涨了4.74%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4.87% 纳斯达克上涨了5.22% 板块方面 本周所有板块也都飘绿 其中能源科技领涨 涨幅分别为8.08%和6.49% 利率方面 本周美国国债几乎都占到了4%的上方 其中 两年期国债和十年期国债 创了自2007年以来的新高 美元则稍有回调 本周跌了1.3% DXY指数来到了111.8% 石油价格则来回震荡 本周收在了85.14美元一桶 本周重大的宏观消息有 美国的两项房屋数据显示 购房和建房的意愿都在下滑 但房价的跌幅不算明显 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辞职 成为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而美联储今天也放出了鸽派信号 预示着加息步伐有可能放缓 本周银行股的整体表现良好 利息收入上升 但投资银行业务下滑 符合市场预期 财报中也显示出消费者的需求依然旺盛 信贷风险低 并没有受到加息的影响 特斯拉的财报则不如预期 股价大跌了6% 但马斯克却说 未来公司的市值 可能等于苹果和沙特阿美的市值之和 下周就是大科技的财报了 值得关注的有 周二盘前的可口可乐通用汽车 盘后的微软 谷歌 周三盘前的波音 盘后的Meta 福特 周四盘前的麦当劳 盘后的亚马逊 苹果 和周五盘前的艾克森美孚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请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输出不易 阿吉需要你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